蘇花改跟南迴改的部分 不能齊稱 大致上是屬於它的所謂的行政的規定 其實道路本來 這個使用權力就是屬於全民共有 我們大家在用路平權上面的主張 就是希望不管車輛 不管紅黃白綠各種車款 尤其是蘇花改跟南迴改 都是我們的省道系統 也不是所謂的高快速公路 所以每個摩托交通公民 都應該有它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跟其他用路的共享路 當時是限制所有的車輛 都一律禁止 就是只要是兩輪的摩托車 或是三輪的摩托車 只要是摩托車的種類的部分 不論稀稀數它都是進行的狀態 像前幾年就是都沒有開放摩托車行駛 那當然現在白排也還 白排摩托車現在也還沒有 但是等一下會有一個就是以前也是抗爭的 抗爭這個沒辦法通行的權益的代表 它先從蘇澳那邊騎出來 就代表說同樣的行為 我們當初在過去可能是違規的 但是現在我們是合法的 我們經過長長一串的抗爭 包含說行政訴訟 包含說我們做了一些 硬闖的一些這種公民不服從的抗爭 那終於到現在我們走到這一步 那這個也只是就是第一步 我們接下來還會積極爭取 白排摩托車的權益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的 迎向我們新一個里程碑 在這裡我感謝各位車友 對各個協會 還有交安包含全處會 還有基礎會大家共同的來完成這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那謝謝大家 首先先恭喜大家今天得到這個應有的路權 我們稱它為副權 而不認為它是一個開放 因為行駛公路本來就是我們交通公民應有的權利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高興這個權利又回到所有這個摩托共同用路人的身上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那樣的檢核其實是很容易達成的 我們對大家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從之前他都利用這樣的行政手段來做審核 我們都交出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大家一定要為大家自己的努力 拍拍手 已經開放的南迴改 就要開放蘇花改 能夠開放蘇花改 還有我們的國道5號 還有之後我們下一個階段的這個八卦山隧道 台灣就這樣一個小小的區塊 我們不能因為這個交通的措施呢 四分五裂 每個每個小區都不能聯合在一起 這是台灣交通安全協會 跟各大協會一起努力的一個共同的目標 也謝謝今天所有參與的車友 還有媒體記者 我們要這個政治既然是 這個民主開化 我們的道路絕對不可能存在這種 專制戒嚴的模式 我們一定要走向一個民主開化 這個公平使用道路 這樣的一個運行模式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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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苏华改的第一段,苏华改分成了两阶段来通车 那第一阶段是从苏澳到东澳这边,是2018年通车的 那第二阶段的话是从南澳一路到何人 那这一段的话是在去年一月通车没错 所以那时候你们就进去,可是那时候是没有开放的吗? 对,那时候是禁止机车警示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通行完之后怎么样? 那一次出来之后那当然就是因为是通车的第一天嘛 那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是在通车的第一天 那等于是算是一个示威抗议这样子的状态 那所以当然出来之后我们就收到这个罢单 那当然也是表达我们的诉求 对,我们希望一个可以安全回家的这条道路的一个理念 的一个诉求 好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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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